再來就是這一個就是 我相信所有人去到日本 都一定會去的就是 迪士尼 對 迪士尼都一定會去 可是為什麼迪士尼 他們會說情理去會分手 其實真的有原因的 因為我跟我老公 第一次去迪士尼的時候 我們也大吵了一架 然後說實際上我是那種 連坐咖啡杯都會想吐的 所以我每次進迪士尼 我就是負責拍照 妳任何遊樂室的時尚都沒在拍 我都不能玩 我完全不能玩 我連坐室內小飛翔 我都會雲天啊 妳浪費那張票 可是問題是三個人都去了 妳要媽媽因為浪費票 要我留在飯店也要這樣 不用嗎 妳可以坐在門口 妳可以跟媽媽一樣嗎 售票處那邊 但是我要坐一間 妳可以收錢顧包包 又是另外一個生意 男人就是這樣 像我們女生就覺得 我真的會暈 那浪費這張票 進去看你們玩得開心也OK 可是我老公就會說 妳既然都買票進來了 就我媽媽去坐坐看 然後妳知道排隊要排很久 我就說我不想坐 她說妳坐坐看真的不可怕 我說我就是會怕 她說真的不可怕 她就會一直堅持妳買了門票 花了那麼多錢就是要坐 然後我兩個就翻臉了 翻臉之後我就去買了一個爆米花 就拿著我的手機 我就坐在那邊 我就完全就不動了 然後她沒辦法 她就帶著兩個孩子 她就帶著我二隻女兒去玩 所以妳知道為什麼 到迪士尼會吵架 就是因為 感覺很像單親出優 所以她們這麼可憐 因為各世界越來越揍大碼 對 因為 好像辛苦的爸爸 因為媽媽真的很多東西 日本人會比較友善 因為看到爸爸帶兩個小孩 會同情 就會這樣 乾杯的 加油 其實我跟妳的爸爸加油 很精神 我去到迪士尼 我只喜歡去逛它前面那一條 雙天店 所以我老公就變成帶了兩個孩子 去玩 所以為什麼迪士尼會吵架 就是因為會在排隊 跟要不要玩當中 就會發生爭取 排隊排很久 排很久 每個遊樂設施 妳要排那種是不是 好可以 就排四個小時 就在那邊玩那個哈利波特 就排四個小時 真的要排很久 就排到兩口 妳不已經太久沒去迪士尼了 我度蜜月是迪士尼 哪裡得迪士尼 白雪公主 是 但我也覺得 比斯尼有魔咒 真的嗎 對啊 我度蜜月一結完婚 然後我不是講過嗎 妳該不會穿白雪公主的裙 對 公主 真的 不是在公主 不是想要假裝是白雪公主 融入他們 對 因為我很土 我一畢業就結婚 結婚又去東京迪士尼 是我第一次出國 第一次去迪士尼 再加上我很情感 我的傳記丟了還幾次 對 就是我婚禮專業就丟了 然後飛機以前的婚禮 就是婚禮完第二天的度蜜月 對 所以沒有辦法想這件事 我先就說沒關係 以後再買給你什麼 但是他怎麼安慰我 我也沒有用 我就是不高興 對 太氣 對 即使到迪士尼的時候 我先說迪士尼耶 我就 然後我就 在小小世界 在小小世界什麼 然後我就 不管他怎麼說我就 我就 妳這樣跟很多那種 在人偶裡面的人 臉也是這樣 就是他 因為他是辦那個 不能加花育熱 對 他其實臉 你臉是這樣 臭到不行 其實他臨是不是 對 他們有這樣嗎 有啊 他們有這樣嗎 我上次有講過嘛 洪恩他有一個朋友 就是在裡面當超偶師 超偶師 熱 他要換班了 他要換班 他走進休息室的時候 他走 可是他那個時間到換下一半 小孩子把到他 你知道 看到小孩就怕了一下 又要陪他玩 真的是 他是扮假的米老鼠 就是超高的那種 跟我玩... 他就是拉他手 跟我玩他已經熱到不行 因為長者是怎樣 快要走到的時候 那小朋友越來越的跟我玩 跟我玩 然後... 拉我男孩 真的啦 真的啦 小孩子在那裡哭耶 媽媽 不要這樣 你來不踹人 幹嘛拿他 我只是掰了會嚇到 掰了會嚇到 一般那個 他們靠那個東西在一個小時 一定要拿架 如果沒有拿下來的話 是違反勞健保 不是 勞健保就是勞基法 它是不行的 而且它旁邊會有一個隨戶 會幫你親人的 對... 所以你時間到 他一定要幫你親開 我覺得 對 我覺得有時候 我們這種加班的勞工 有時候比玩偶裡面的勞工 還不好 因為人家一個小時 至少固定會休息 你加班10個小時 老闆叫你加班 你還是得加班 所以還是有差 這是抱怨的 這是可憐的 怎麼化解 其實那個愛情的模... 旅遊景點愛情魔咒 之所以也會應驗 所以有一個還滿符合心理學的 叫做預期的自我暗示 所以你每到一個地方 你一有情緒一吵架 剛剛大家說的很多景點 其實共同的愛情魔咒 都是會引發情緒 譬如說排很久的隊 走很長的路 或那裡特別冷 或是身體會不舒服 所以在這種不舒服的狀況下 其實也是很容易有情緒 因為有情緒馬上就覺得 你看魔咒應驗了 果真要分手了 是自己跳進去 很容易對對方不滿意 因為它那個情緒的引發 觸媚很多 對 所以那個景點 通常引發情緒很多 再加上這個應驗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你看 來了這裡就果真是會分手的 所以有些時候我覺得 真正的愛情的魔咒是情緒 還有你眼中只看到對方的壞 不斷地應驗 對方怎麼那麼討厭 怎麼那麼討厭 對對方失望 對 就會放大這一塊 所以如果要化解魔咒 我覺得最好的方法 就是在旅行的途中 盡量去看對方的好 然後去回想說 我們裡面玩了什麼好玩的 不要一直去放大那些壞的 那都會變魔 我說你如果兩個人出去玩的話 那個生活習性 全部都會靠 對 都會跑出來那個抹茶 要嘛 那種老夫老妻 打死不退的那種就沒關係 剛認識的情侶其實滿危險的 真的 韓國也很常去對不對 對 韓國也有一個地方 其實也是非常著名的 首爾的南山塔 因為它有一個愛情鎖 就是它在橋上 你可以鎖很多這種愛情鎖 很浪漫 然後那時候去了韓國 也是找了韓國當地的朋友 就跟他們講說 他就問我們說 有沒有什麼景點要去 然後我們就講說 我們想要去這個地方 想要去鎖那個愛情鎖 對 他就說為什麼你們 就是外地來的 都會想要鎖這個東西 我就說因為台灣都會介紹 就是你去到首爾 你就一定要到南山塔 去鎖愛情鎖 他就說這個就是 騙你們這些觀光客人 韓國都這樣演 星星台都這樣演 對 他說因為他們當地 不會有人去鎖這個 我就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去鎖的情侶 就會分鎖 然後我就說怎麼可能 因為橋上滿滿的都是鎖 都是外國人 他說對 這些鎖 全部都是那種外來客 都是外國人來鎖的 然後他就說像他的朋友 他之前也是有一對 就是外來的這種外國客朋友 也是跟他說他們不相信 他們要去鎖 結果一上了這個橋以後 因為他們的鎖 有的是你自己可以帶過去鎖 或者是他當地也有賣這種鎖 讓你買了你就可以直接鎖 然後那對情侶就是在當地 橋的那邊就買了這個鎖 準備要鎖的時候開開心心的 結果鎖掉了 還沒有鎖上去 然後鎖直接掉到橋下 他們就沒辦法撿 然後那個女的就怪男生 怎麼粗心大意掉了 那男的就講說 那我就不小心怎麼辦 就說要再買一個 但那個鎖其實也不便宜 就很貴 可是心裡會毛毛的 對 然後那個女生就覺得說 你就是不小心所以才會掉 不在意我 對 就因為那個男的 就又再買了一個鎖以後 女生又說你就是亂花錢 兩個在橋上直接吵 怎麼樣都過 後來就不信 所以我那韓國朋友 就跟我講完這個 就是這樣你們還要去嗎 然後我們大家就講說 那我們都不去了就不去了 這個心裡會怪 對 韓國還有一個 你會不會給我 每個人 知道 我